狗仔偷拍Melody客锅灌神水来腿祝寿杨又宁 时尚妈咪Melody已是两个女儿的妈外貌跟身材依然保持身家不舒年轻美眉 前晚她与柯淑琴等人在杨又宁家开的圆锅聚餐饮食控制得当的她 细嚼慢眼之际不忘随身携带大瓶柠檬水当饮料 据悉她有时也会听从营养师简易加入其他食材 餐壁她秀出修长辣腿离开 搭车赶在晚间十点前返家坐西养生之道都注重 前晚苹果直击39岁的Melody现身细腻异区的圆锅高级涮涮锅店 在座有其他友人已有曾和拍八大我家是战国的金钟市后科书琴 二人一黑一红色戏穿着相当抢劲 Melody虽是两个女儿的妈但气色甚佳 杨佑宁也在场跟大火拍合照 据悉当天是她的36岁生日 Melody透过经纪人表示当天是战国剧组的聚会 刚好杨佑宁也在就过来拍照 之后科书琴也在脸书贴上和Melody 杨佑宁等人聚餐的合照写道 被战国女人帮包围杨佑宁 福祸难料 杨佑宁经纪人左透露 她趁剧组放假从中国回台陪家人 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健康 她只要有空就会陪家人 特别灌念91岁的奶奶 Melody曾上陈孙华的苹果星号 孙华丽于名人大平台直播节目 畅谈各式时尚单品搭配 而平时注意穿着的她 即便爽客锅 也没忘了形象 跟科书琴聊天时效 开怀仍细嚼慢艳 参比记者直击她跟科书琴走出店门 手里怀抱大水瓶 水瓶内还放了多片柠檬 她搭计乘车返家 牛仔热裤下的一双修长辣腿 不输年轻美眉 Melody左午出席保养品牌活动 透露这个月网追演戏攻略 作息不太正常 一天只睡三小时 搞笑说像天天活在皇宫中 连做梦都梦到皇上 而她现在又接着追 如一船 每天晚上七点半洗脸 八点准时开始追剧 没 concludes到�年了 极大二 都是陈ох 我们讲一次 这眼镇 都能不及